老师和学童带紧口罩坐在教室里面对面上课 全国甚至三级警戒学校停课改以视讯教学 不过位在澎湖的花语国小圈因为网络断讯 被迫成为全国第一所复学小学 老师认真教学不停歇 花语国小校内七名学生中目前有五人到校上课 原来全都是因为网络出了问题 由于花语为自营发电离岛 21日发电机故障导致全岛大停电 两台楼就发电机完全不能用 另一台还是连夜抢修不知道能供电多久 因此就算学校想实施远距教学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断电的关系请小朋友到学校已经来上课 这个电到底稳不稳定我们也不知道 昨天搭两点的船就下去过夜抢修 三号机八点多就已经修当晚最后供电 花语为澎湖最细端岛屿岛上人口不多流动性低 不过却因为只靠发电机发电故障率相当高 平川停电村民不堪其肉 只希望政府能证实这个问题 不要再因为煤电群聚上穴成为离岛的防疫破口 记者盐龙庄周婆周沛与澎湖采访报道